台灣的朋友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常常要坐在椅子 怎麼念那個? 椅子 結果會比較痛 之前就練這個甩手 平甩功非常好 但是因為這兩天都要加班 自己加自己班 要就比較痛 自己加班 其實學習學習文很好 這個東西很好 如果你把學習學習文 如果說我常常要在辦公室坐的話 這裡會痛 有時候如果不打擾其他同事的情況 你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就很簡單 跳一下 會打擾你 你應該是不是要說你可以 說你好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大概可以跳一分鐘兩分鐘 其實我們的辦公室可以這樣 真的嗎? 因為這樣跳笑笑很大聲 一般的辦公室太安靜了 安靜的就可以做這些簡單的 基本的 就是有些學衣循環 對嗎? 就這樣子 對啊 有時候要痛 真的很厲害的人都會懂我 痛到想死 想死 不是死 對 肩子也好 好啦 祝你們平安吃了 午餐吃什麼 拜拜 快樂